你好,政教论坛 今天这一集就想讲一下 一些香港基督教圈的东西 刚刚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短片 我不播给大家了 因为都避免是 偷别人的片,但是看到 崇基神学院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神学院的毕业生 谭德志先生 好像一个烂仔 在街头 在街头挑衅陈凯欣的 团队 现在保选近,11月尾 10月去做这些宣传 报名很正常 但是 谭德志先生就好像一个烂仔 骂一些支持 陈凯欣的街坊 但是那些街坊 完全不是他的 宣传的团队 只是在路过觉得 哇,你这么粗鲁的 那样 支持陈凯欣 就反对 刘小丽 刘小丽 当然也是很恶劣的 那你 你玩小很多 很多的 市民的观感很差 喂 你 宣誓的时候 在这儿 在这儿 那你 就 无端端就浪费了多2亿 2亿 2亿 其实可以做很多 但是 现在那2亿 就拿来做选举 但是 whatever 怎样都好 那谭德志要 帮刘小丽 就变成一个 懒仔 那我觉得 也是很恶劣的 真的 很差 读了这么多神学 读了两个学位 我读 MACS 那谭先生也有读 MACS的学位 跟着他读了 MATS 读了两个MACS的学位 都是神学的 但是 谭先生 他的行为 是好像 信仰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启迪 只是在那儿 破坏 攻击 那我觉得是很责毁人 但是 我不是想说谭德志 因为他骂街坊 懵饼 泛民一向都烂仔化的 是不是 那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现在看另一个人物 叫凌福珍 凌福珍 凌福珍的样子很多时候 我都给不到 exactly他的样子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凌福珍 凌福珍是崇基神学院的院长 看来他做了一个动作 声门谭德志 他不出声 share了这个帖 他就说 陈凯欣其实心中就座一游 这个又是 众新闻 这个完全是美国走狗 明报前总编辑 明报是什么 明报是美国的特务报纸 那我不再说那些 但是 他们就是 用一些很肉麻不足 去捧 港独的分子 去抹黑所有 不支持港独的人 香港现在很多人 他参加建制阵营 他不是因为 他是真的 喜欢共产党 而是觉得 共产党在香港 他没什么 那便由他 总之我不想搞港独 那现在整个泛民搞港独 那便 变成了亲共 没所谓 那共产党在香港 除了楼架高一点之外 那他是不是做得很坏呢 那我不觉得很坏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看的嘛 那我要搵吃的 就算共产党 你有哪些东西是坏的也好 那 难道真的搞革命吗 搞革命会死人的嘛 是不是啊 那跟着呢 啊 嬴山呢 是 share这个帖 什么动机呢 当然是声门谭德智啦 就是说 神学院的院长 现在他说明了 他在搞政治任务 他在支援谭德智的政治行为 就是他觉得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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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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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一些政治的工作 譬如說 完成了車和軌跡高鐵的交通融合 下一步是不是講同語呢 書同文嘛,他就講講同語了 又在散播就是要消滅廣東話了 泛民一向的恐嚇手段 我看到廣州的宣傳 都說現在中國共產黨沒有說要取消廣東話 現在廣州人是可以講廣州話的 秦始皇就這麼老套 現在這個時代不需要這麼勾 廣東省不需要獨立 不需要取消廣東話 人家是這樣 他們深入廣東話裡面 在廣州的大學都會深入研究廣東話 想保留這個 漢語裡面 你喜歡說廣東話不是漢語 一回事 不要咬這些 但是廣東話研究 他說廣東話 怎樣 他原本是八月的根源 但是怎樣 秦始皇 攻打了 現在的廣州城 將北方人 和八月裡面的人種 有一點點混合 我們說的 廣東話 和普通話 的確有一定的 相似性 文化結構 或者詞彙方面 當然有很多不同 你說我是皇帝子孫 我就不承認 我覺得皇帝未必能生到我 但是我覺得 北方語 和廣東話 是一個 有親戚關係 而且關係很親密 這是一個事實 其實 現在 在製造恐慌 搞 搞一些 黃絲 泛民的政治 跟著 他除了搞這些之外 他最喜歡散播的 就是 內地 壓制基督教之聲明 刑山 發送很多類似的訊息 這些訊息 是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因為刑山 本身的美國背景很強 我說 巡導衛利 巡導衛利 基本上主力在美國 在英國不強 雖然 約翰衛斯利 在十八世紀 崛起於英國 但是約翰衛斯利 其實很多的傳人 或者是主力 在美國 那很明顯 刑山 你的巡導衛利的背景 令到我聯想到美國 那你們這些 真的可以說 在香港 所謂做的神學工作 但是我崇基神學院 是很有趣的 就是將 將美國現在戰後所推的普世價值 就要跟基督教的傳統信仰 要遊俠 要改造基督教 那究竟誰迫害基督教呢 共產黨 他只是不讓 共產黨員去信耶穌 但是 但是 刑山你主持的崇基神學院 就是要將基督教 裡面的重要的 其中一些的核心之處 消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基督教最重要的東西 是婚姻 天主教一定要堅持讀身 不是 婚姻一向都是很多宗教裡面很核心的東西 在猶太教最核心的就是 婚姻不可以和猶太人 不可以和其他 就是不要和其他非猶太人去結婚的 最後呢 就是 猶太女人所生的才是猶太人 猶太男人 你娶不到猶太女人 那你生了那些就不算猶太人了 那如果你有錢有家產 你不可以分給那些子女 就是這樣 你兒子的 那你幫那些兒子是外邦人生了的 那那些就是外邦人了 你大婆是猶太人的 那就生了那些才是真真正正的 真真正正的猶太人 在婚姻 是對於很多宗教都很重要的 基督教的核心是一男一女 基督去刑取的是辛苦 不會說無端端刑取那個男人 但是崇基神學院呢 就是要將 美國推廣的普世價值 入侵我基督教 但是現在呢 扮基督教的人 現在就在說 大陸怎樣入侵基督教 我們怎樣打壓基督教 要同仇敵慨 但是我告訴你 按照現在中國的邏輯 你又說中藩建教 你極力反對那個中藩建教 我想告訴大家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 共產黨是打壓人 要信耶穌的時候 那 梵蒂江就不會 考慮跟中國建交 因為 如果我建完交之後 你也是打壓不給整個中國的人 去信耶穌的嘛 那我建來幹什麼呢 那我教會沒有進帳 那我建來幹什麼呢 就是按個邏輯而已 那如果你說中藩建教是因為 梵蒂江沒有推荐共產黨的心了 共產黨也都說 可以給一些非共產黨員去信耶穌了 14億人裏面有9千萬 個是 共產黨員 那你就向我13億去傳服 那你自由競爭 是不是 那你不要說 你要 肢解 中國 事大一塊 又說這一塊是基督教的 那你肢解了它 你說香港是基督教的 你肢解了它 那當然不行 是不是 我理解 共產黨 就不會 阻止人們信耶穌的 因為他們共產黨會覺得 人們會死的嘛 人們有很多問題的嘛 宗教是有心靈安慰 有很多人民需要 你都按不到 何須要按 所以會覺得 喂 那你 羅馬天主教說 不會消滅共產黨 那就可以見交咯 讓他來在大陸傳服音咯 你地下教會就明免咯 陳日軍不想咯 但是陳日軍的好夥伴 認福真 都不想 現在刑山呢 就不斷散播緊一些 就說中國打壓 國內教徒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消息是真還是假 你們說而已嘛 我其實很悲哀 我自己呢 2012年我讀完這個信義中神學院 我發覺那間學院呢 是很不合理地去 去趕走了一個教授叫做 歐建明 而且也都有一些迫害的行為 迫害袁慧文教授 他們兩個都是我一個比較 支持的教授 他們是一對夫婦來的 那接著呢 我發覺學院的手法是卑鄙 那所以我和呢 這個信義中神學院呢 就反了面 到崇基 現在我看到崇基他現在 他們現在做的動作就是 他政治上支持人民力量 去搞陳凱恩 你政治上去支援一些爛仔的行為 崇基一向都是 說我是大學 所以呢 我就給一些女性主義的神學 的人在這裡教書 那接著呢 散播呢 就很多淫亂的東西 總之就是說 女性主義就是 性愛很自由的 同性戀很自由的 娼妓買賣很自由的 什麼都自由 跟著呢 蠶食基督教 就是我覺得 究竟 崇基神學院這件事 是不是 要推廣一個 美國主導的普世價值之下的一個 K型的基督教版本呢 要推廣一個 就是 我是覺得 悲哀的 就是我看到 這個 這個單章啊 索 啊 凌福真說 他會正道啊 在 宣道會屯門堂去正道 跟著就散播一些 不知道真還是假的壓迫 就是我覺得呢 中國裏面呢 對基督徒的 基本上的立場 我相信 就不會不讓人信耶穌 但是中國呢 就很 很忌憚 新教徒 我想也是的 或者很忌憚 天主教徒也是的 因為呢 香港有一個主教叫陳日君 他們都經常 都叫一些 大兄姊妹回大陸去探訪 希望 幫助大陸的大兄姊妹 尋求真正的信仰 就是陳日君式的信仰 我不知道香港 很多大兄姊妹 即新教裏面 是不是又是很多 我知道就是很多大兄姊妹 就回大陸去 去探訪的 又想將香港那一套 美式的基督教 香港什麼叫美式基督教呢 令人就是美式的了 即是希望將這些 好像美國來的 就特別好這樣 那 美國來的 為什麼是特別好呢 我真的不明白 美國來的有時代論 時代論就是吹捧猶太人的 為什麼猶太人 是這個世界上的霸權 弄死了無數的人 為什麼要吹捧時代論呢 就是為什麼 教會 現在那一套 就是一定要說一套民主 那聖經有哪一句說民主呢 我看不到咯 聖經沒有民主的 即是不要說到民主 是基督教核心價值的 不是的 即現在我看到的就是 在教會裡面長期有一些皇帝的人 就是在教會裡面的 這些皇帝的人 他們裡面究竟是 是不是收美國佬錢的呢 我不敢肯定 但是他們呢 就不斷在教會裡面做政治工作 即是那時候黃毓民就說 欸 教會 黑社會 工聯會 去抹看梁美芬 啊 梁美芬 有鬼黑社會嗎 那些黑社會全部跟著你肥佬禮 去搞佔中的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整個 黃絲的爛仔化 裡面就有很多黑社會啦 黃毓民的台就全部都是黑社會 是不是 全部新意啊 為什麼要屈呢 教會有多少間教會 是親共呢 哼 那我就覺得咯 我的教會是很合謀的 即是今天我看到宣導會 原本呢 即是我去讀神學的時候呢 不孫呢 是完全不提崇基的 他說有資助都不會給崇基 播道會也是這樣的 即是我看到呢 很多基督教界 我相信就不是個個呢 完全親味的 即是 很多都是會覺得 喂 我們宣導會啦 播道會啦 要保持一個立場 是 反對同性婚姻的 即是我覺得教會很多時候 那些社會立場 就是很不進步啦 播浸宣 明哥社可圖 但是 他不夠進步 都叫做起碼都守住基督教 那個根本的底 但是 這個底以外呢 其實教會呢 對一些西方的信息呢 其實是很崇洋的 人家西方的傳媒就說 大陸迫害 基督教呢 但是大家就上了身 即是有大兄姊妹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之後會告訴你 如果是有迫害的話呢 我真的不知道香港 或者是陳若君 那些 那些皇帝的新教啊 還是陳若君的那些天主教 是否聯絡了那些教會 會害到別人 當我們 香港那些基督徒 迷信了 就說民主是聖經的 教導 其實聖經沒有提過 然後你說 將民主 要向中國散播 然後煽動 中國那些基督徒 和政府硬拼 最後變成類似法輪功的結果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悲哀的 那你 你在做這些事情嘛 你要散播這些事情嘛 然後做大陸去改聖經的嘛 我又不是很信 全世界都有這麼多聖經網頁 是不是 真的會改聖經 不要發瘟啊 大哥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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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無恥的 謊言 你們 凌複真 這些人 你都會散播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會覺得 哎呀 何之光很親共啊 你這麼糟糕的 這樣 那你看 你怎麼看呢 作為一個基督徒呢 我一定不是共產黨的 我只是告訴你 就是 我不會跟共產黨捏的 我好像是一個辛約的角度 保羅為什麼要叫人服服掌權 那羅馬帝國根本是unbeatable 那你不服服掌權可以怎樣呢 在保羅的時代是一個 尼陸的統治早期 那時候有個Seneca 即尼陸的師傅 代為做監國去管治這個國家 郭泰民 羅馬帝國你去推翻他 是不可能的了 公元五十幾年 的確是這樣的 那你 你不服掌權 你會沒命的 你會 帶來很多災禍的 如果那個政權 基本上是合理 現在問題就是 共產黨 是一些 無神論 無神論是否必然要跟基督教衝突 為什麼 梵帝剛可以跟伊朗 一個 完全不同的宗教可以建交呢 即是 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做朋友的 不一定要敵對的 不代表說 共產黨是無神論 就是要跟基督徒 要你殺我我殺你 首先我們要想清楚 共產黨是否真的一定要 一定要 不讓人信耶穌呢 我不覺得是 如果不是中凡 就沒有機會建交 但現在的問題是 有很多人煽動 香港基督徒 要爭大陸 你要做 無神論者的敵人 那些無神論者 就會和你基督徒 做敵人 那些無神論者 一旦你採取這樣的立場 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不要做夢 就是 你想 你按聖經的感動 所以你要回大陸 希望推動些人相信民主 對不起 聖經沒有說過民主 民主在美國來講 就出了個特朗普 在歐洲那個民主 就要壓迫人 一定要支持同性戀 羅馬尼亞 就要保護自己 就要憲法 要寫明 婚姻是一纜女 就是這樣 西式的民主 對我們的基督徒 絕對是打壓的 民主不一定對我們的基督徒 是比較有利的 坦白的一句 共產黨如果不搞我們教會 給我們正常的傳福音 那他就不是民主的了 他堅持四個堅持的 就是這樣 他unbearable 那你死都要在大陸搞民主 在香港搞港獨 那就是以卵擊石 你強行朝夜逼伯 人家讓你相信耶穌 讓你相信有一個神 人家基本上都給你很多的自由 但是你一定要推翻人家的政權 那人家就唯有跟你拼命 就是我們做基督徒 不可以不懂政治的 就是人家那些 就是那些陰謀家 這個刑真福陰謀家 他要煽動香港人 要搞港獨 要煽動大陸人 要推翻共產黨 一些陰謀家在教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小心的 好了這次就說了這麼多 都沒有去下一個陰謀家 給大家看 好嗎 好嗎 行嗎